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你们好 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我们这里的最高温度都达到了32度 朋友们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鸽子 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些朋友在向我反馈 很多鸽子出现了呼吸道的疾病 甚至有一些老鸽子都出现了打呼噜的现象 有些朋友想尽了办法 这里买药 那里买药始终是治不好 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治疗鸽子打呼噜 今天老胡去向大家分享一个有效的快速的 治疗鸽子打呼噜的方法 我们用纯中药的汉方清肺液 直接的给鸽子口服 低脸地到鸽子的口腔里 再配合呼噜特号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显著 这也不是我发明的 也是我们有经验的老师分享给我的 他用这种方法指导很多人 治好了鸽子打呼噜 我也是虚心的向他求教 他才告诉我的 如果朋友们家里有鸽子呢 长期的有久之不育的呼吸道疾病 或者是有些鸽子你看起来呼吸道治好了 抓到手里又发出呼噜呼噜响的这些鸽子 你可以试一试到底有没有效果 我再跟朋友们说一下 怎么样来预防这个鸽子打呼噜 我经常说预防重于治疗 首先第一点 一定要保证鸽舌的通风 鸽舌里的温度稍微高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鸽子不怕热就怕闷 就怕不通风 一定要通风 还有呢要保持鸽舌内的清洁卫生 最好是有地网的 没有地网 那个灰尘较大 鸽子一起飞 灰尘满天飞 那样鸽子最容易坏 呼吸道疾病 还有一点啊 你像现在天气这么热了 要注意鸽子的防鼠降温 说到防鼠降温有的朋友会说 难道我还要给它装空调 防鼠降温也就是 喝你的安排鸽子加飞的时间 你像现在天气这么热 早晨可以放 傍晚可以放 还有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给鸽子来 吃一些清淡的和清凉的食物 这样呢也能对它的呼吸道 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最后呢我还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 有很多朋友 它的鸽子呼吸道治不好 我就问他你是用什么药治疗的 十个人里面就有七八个人 说是用假小座和土迷素 真的我以前就说过 我说难道治脸中药是神药吗 是什么病都可以治 真的朋友们 你们不要听些有些人在误导 土迷素治百病 他能治百病 你怎么治不好鸽子的呼吸道呢 你怎么治不好鸽子的打呼噜呢 真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就是迷信这一点 土迷素假小座都被你们神话了 诊断鸽子发病的原因 好对症下药 早发现早治疗 那样鸽子也能恢复得快 他的身体的伤害 也控制在最小的限度 最后我再重复的说一句啊 治疗 久治不愈的打呼噜 治疗你治不好的呼吸道疾病 有奇效 代表人帮助到你 谢谢朋友们对我一关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再见